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2024年11月6日 刚刚获得美国总统选举胜利的特朗普 在演讲中表示 我将停止战争 在我任期的最后四年里没有战争 我每天都会为你们和你们的未来而战 这将是美国的黄金时代 目前 美国总统 副总统 参众两院 最高法 政府 政党 六位议题 都被美国共和党拿下 特朗普这一次可谓是加冕神皇 不过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结果已成定局时 特朗普突然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 为了赢得选举 近日 特朗普在摇摆州之一的 美国宾州召开竞选集会 再次打起了中国牌 他声称 自己在任的时候 美国每年会给中国5000亿美元 现在的美国仍然每年给中国5000亿美元 而中国正在大量建造飞机和军舰 就是因为从美国手里拿到了1万亿美元 对比之下 美国现在已经造不起飞机和军舰 比如F22 他们太贵了 特朗普此番话是典型的无脑吃饭砸锅 居然把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说成了美国给中国的钱 实际上是 美国疯狂印刷美元 来换取我们中国人辛苦制造出来的商品 没有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 美国人早就通货膨胀飙升 爆发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了 此外 美国每年花了将近上万亿美元的军费 这些钱转头就进了军工复合体的口袋里 美军向军工复合体采购的武器装备 价格已经是高得非常离谱 价值几美元一小袋 从中国采购的常规螺丝钉 美军的采购价是5万美元 价值几万美元的一架中国无人机 军工复合体组装后 卖给美军的价格变成了几百万美元 实际上 不管是代表共和党的特朗普 还是代表民主党的哈里斯 都不敢得罪美军背后的军工复合体 因此 美国每年的军费还得大幅上涨 目前美国的大选两人都打中国牌 这不过是为了在大选前煽动选民的情绪 争取选民的投票而已 特朗普上任之后 美国的外交政策必然发生重大变化 特朗普的对外政策本质为战略收缩 不会坚持拜登所推行的搅乱世界战略 他在竞选时就明确表示 要结束俄乌战争 一旦美国不再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俄罗斯将取得俄乌战争的胜利 北约可能随之解体 欧洲各国包括日本 韩国等 将被要求掏出军费 甚至如果不答应 美国将放弃北约 继续支持以色列 向伊朗领导的抵抗之湖军事集团开战 特朗普上台后 最核心仪式还是关税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 对所有中国商品征收60%以上的关税 对华全面实施制裁 特朗普宣称 解放军终将发起 武统台岛的军事行动 在渲染解放军军事威胁的同时 特朗普抱怨 台岛的防卫预算不足 为此 颇有要收台岛保护费的节奏 简单来说 就是台湾这个棋子 随时可能会被放弃 特朗普对台海并不看重 不过 大家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特朗普不看重 只是为了优先发展美国 不代表想输掉美国在台海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对此 美国某国际关系学者就说了 一旦大陆要强力统台 美国将不惜一战 紧接着 特朗普也表示 如果大陆收台 他会再次提高关税到200% 表明自己的态度 现在 特朗普虽然获胜了 但拜登的任期还没结束 而拜登内阁大有继续增加对台军售力度的意思 比如在3号 海马斯火箭炮成功抵台 民进党当时花了近72.5亿人民币 从美国手中购得29套海马斯 以及配套的导弹等装备 原计划该装备将分两批抵台 第一批2025年 剩下的在2027年 但现在竟提前了这么久 说明美国还是贼心不死 想要变本加厉 拱火台海局势 日本也开始了行动 这两天 日本还和欧盟达成了新的安保协议 双方表示 未来可能会进行联合军演 加强在海上 太空 网络等多方面的合作 其中 日本更是直言不讳 称这么做就是为了给我国施压 美国的战略收缩并不等于世界和平了 可能只是更大战乱的开始 特朗普外交第一要务就是联俄抗中 至少分化中俄 瓦解中俄 离间中俄 但乌克兰不可能轻易认输 以色列也不可能停战 特朗普轻易的立场从没有变过 对伊朗的敌视没变过 其他地区也可能出现动乱 也因此 我们必须准备战斗了 在新一届美国总统揭晓之前24小时 根据中国海事局网站的消息 青蓝海事局发布了一则航行警告 在南海部分海域将进行军事训练 同时 大连海事局也宣布 在接连三天时间 在黄海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 与此同时 解放军在西太平洋发起行动 来自日本自卫队和商业卫星图像的消息显示 山东舰航母编队突然出现在 菲律宾旅宋岛以东海域 在台岛和旅宋岛之间 以战斗编队的形式展开战备巡航 除了山东舰 编队内还有055大区延安舰 052D改进行驱逐舰湛江舰 日方未发现有901型航母补给舰的踪影 山东舰前几天刚刚与辽宁舰在南海演练了双航母编队 几乎是转眼间就出现在了旅宋岛以东的菲律宾海 为啥 因为美国大选的不确定性已经到了爆发临界点 一旦因为某一方对于选举结果不满而拒绝接受 美国确实存在爆发内乱的可能性 在这样的复杂局面下 太平洋另一边的我们被波及的概率不小 其中又以台海南海局势受到冲击的可能性最大 所以山东舰航母编队在和辽宁舰合练完之后 就马不停蹄赶往旅宋岛以东的菲律宾海 关键在战备值班四个字上 解放军在外部大环境可能侵扰我方周边安全环境的关键时刻 果断出手了 吕宋岛以东的菲律宾海域 恶手强敌前来干涉台海南海的主要海上通道 已经成为解放军航母的常态化练兵场 从今年7月开始 7、8、9、10、11五个月时间里 每个月我方航母编队都到该海域进行演训 我方航母编队在此建立反介入区域拒止线的话 等于把我们的国土防空线大幅前推了1000公里以上 可以在远海上空就打断强敌从海上空中对我们发动的空袭 如果万一美国大选引发大乱 我们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对方短时间控制住局面 更不能排除美国军方个别势力铤而走险 甚至与台岛内部南海周边个别国家互相勾连声势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必须未雨绸缪 把台海南海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11月6日 中国海军参展的歼15T弹射型舰载机飞抵珠海航展现场 未来将与歼35战斗机一起服役 歼15T凭借其作战半径大载弹量高的优势 充当航母舰载攻击机对海对地打击的重任 至于争夺制空权的任务将交给歼35 这是我们进行战备工作的展示 证明我们已经不再藏着掖着了 中国海军的发展速度相当快 福建舰马上服役 第四航母亮相也只是时间问题 美国海军曾寄希望于核潜艇 但是美国媒体国家利益讲了实话 由于造船能力不足 核潜艇也开始短缺 其实缺的不仅是造船能力 连修船能力也严重不足 这背后是美国造船业的衰败 也是美国国力下降 特朗普就算能够顺利上台 短时间内也没办法扭转这样的局面 这是美国根本性的结构矛盾 如今的美国无法维持自己的全球霸权 不排除会铤而走险 挑起世界大战 也因此我们必须加强战备 准备战斗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